因为肥胖代表身体的能量失衡 过多的能量就像脂肪积聚在气管附近 引起其他问题 例如可以三高 其他代謝问题 或者脂肪管等等 另外肥胖的人士通常都难些抑动 因为关节会痛 久而久之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就会增加了形成糖尿病的机会 肥胖和糖尿病两个相关都会影响身体的血管 那些endophilia injury 即是内皮的功能会受到损害 即是血管功能差了 气管的供血也会变差了 凌晨的时候我们会有个肾脏 心脏 血管 神经线等等 其实都会受损 因为两样东西同一时间都会影响这方面的功能 所以肥胖的人一般说都会容易出现病发症 只不过生酮餐 或者低糖餐 如果对糖尿病病人来说 其实是比较危险的 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糖分 对糖尿病病人来说 只是其中一个指标 其实整体的身体 健康状态或者营养才是最重要的 反而如果生酮餐或者低糖餐的时候 一些极端的餐单的时候 可能会引发一些营养不幸的 有些偏方或者食疗 例如木耳水或者奇药果等等 其实就未必个人都合适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选择上面就是 合适自己的生活习惯 自己的口味 以及一些健康的食物 最重要的是不要过量 其实很多时候有些健康的食物 过量其实都是没有益的 有些人就说不要用积葱等等 我想最主要就是不要用一些 三合一的那些 譬如说因为积葱 如果是什么都没有添加剂的那些 其实相对来说都安全的 但如果积葱那里已经有了奶 或者有了糖在里面的成分 就比较不理想了 因为其实你冲了下去 虽然吃了墨皮 但是糖分会过量的时候 都会影响了血糖的水平 其实现在很多糖液药来说 都会对身体体重 或者血糖控制很有效的 譬如说有些血糖药可以 令到身体減少了身体血糖的分量 譬如说排出一些糖 其实是可以有效減轻体重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们经常说一些心血管的预防 譬如说心脏病 肾衰竭等等 都是一些常见的病发症 有些药物在大型研究上 都发觉是很有效 搞少心脏衰竭 或者肾衰竭的出现率 其实种种不同的药物 其实有不同的药理 譬如说有些传统药物 亦都可以帮助增加二老属的敏感度 这些不同的药物配合之下 其实对控制血糖上是很有效的 所以现有的糖尿病病人 其实不需要担心 如果问了医生 找到合适的药物 其实在控制血糖上是很有效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